美国海军医疗舰舒适号本周一抵达纽约港 这座巨型的海上医院中共有1000个床位 80张重症监护病床和1200名医护人员 船上配有先进的医疗设施 包括12个手术室、医学实验室、CT室、药房等设备 舒适号将在瘟疫期间收治中共肺炎患者之外的病患 支援纽约陆地上的医院全力对抗中共病毒 舒适号曾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 被白宫派遣至纽约市 帮助治疗了数百名一线救灾人员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医疗舰抵达当天举行欢迎仪式 并感谢总统川普的帮助 目前美国有超过4700人死于中共肺炎病毒 近半数新增病例出现在纽约州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